5月7日天津瑞士致富节目 菲尼莫属之《乌虎藏龙》特别节目的启动发布会在京举行 发布会上该节目主持人张绍刚、马东这对央视组合首度亮相 而曾志伟则作为该节目中为拥有致富金点子的个人或团队投资的项目投资人亮相 曾志伟投资过餐饮、演艺公司、股市等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 他表示此次参加节目自己的投资预算并没有限制 菲尼莫属之《乌虎藏龙》是继八年前挑战主持人后 张绍刚和马东的首次合作 谈及合作两人就开始斗嘴相当有趣 我觉得挺背的 张老师心里一定也这么想 对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关注着张老师的节目 尤其是他引起了那么多事的那些日子里面 究竟两人会以怎样的方式搭档主持节目 相当令人期待 八年前我们一起做挑战主持人的时候 张老师就这么犀利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种犀利被观众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我们也不需要拯救 我们有什么可拯救他犀利他的 他承担他犀利的后果 对然后是我被骂又不是他被骂 对我就装好人就行了 自从菲尼莫属播出观众对张绍刚的主持风格一直有争议 有观众表示他在节目中有些咄咄逼人和尖酸刻薄 这种犀利无非是想借机炒作自己 对此张绍刚称 就像每次有人骂我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种声音出来 你看没有炒作 我怎么就那么欠呢 就没事我就通过很多人骂我 然后来炒作 我根本就从来就没有这个意识 说为了节目达到什么效果 我不是专业主持人 我更不是演员 如果你真让我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我真达不到 我只能做我自己 居好